今天找到我们是想干嘛呀 他当初说要爱我一辈子的 现在就已经来跟我提分手了 我们分手你跟别人说干嘛 当初就是他们来撮合我们的 现在我们既然要分手了 不应该通知他们一下吗 有病 我想问一下 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呀 你提的 你说啊 我不说 所以你们青梅竹马 这样分开的话 会觉得可惜吗 问你呢 你会觉得可惜吗 我不可惜 男生 我想问一下你啊 你为什么会提分手啊 因为六月份我就要毕业了 我想去北京试试 他们家有房 我们家也有 我们都不用买房 为什么就不能在林亭一起生活呢 我在北京那边的offer也拿到了 东西也准备好了 但是他就是不让我去 毕了业之后 他可以和我一起去我爸爸公司上班 我们可以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一起买菜 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就非要去北京 可能男生他是想追求他自己想要的事业 那到底是事业重要还是爱情重要啊 到底是北京重要还是我重要 两位 我想问一下你们还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话吗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北京去追一下我的理想 我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给不了什么想要的生活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我就是想去试一下 你要试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我就是试一下思 黄静怡 我觉得 我们还是去分手吧 心事三段的 可是我不想分手 不要分手 不要分手 你不要分手 我还是 想要去北京试一下 这是我的理想 不要走 怎么不去 我不想分手 不哭了 怎么不去 我不想分手 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 不要哭 两位稍微平复一下心情 男生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我不走了 女生你的手在抓什么吗 男生你看一下女生的脸上 你们这是不是算很好了吗 算吗 很好了 那你答应我 不许骗我 好不好 我不走了 那我刚刚亲你了 你现在欠我 我还回去 不是 你俩是不是有病啊 女生一哭一闹就好了 那叫我过来干嘛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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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